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潘 专业做白酒团口和皮发 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品鉴一款国台的产品 就是我面前这款国台的 先野三参酒 这个产品就前两天的正好 我们这个家人一起吃饭 这个打开了之后呢 尝了一下这个酒 整个这个产品 还是当时我们做国台的时候 2018年的一个产品 一直放了好长时间了 当时好像来了不少 应该是最后一瓶了 还是2018年的出场日期 这个国台也先野三参 它是这个 它还不是这个国台股份 酒有限公司出品的 它当时呢 这个是辽宁天市立 深容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台呢 是天市立收购的一个企业 所以呢 当时呢 18年的时候 天市立 这个这个弄的这款国台先野 当时这个酒是有配额的 好像那个 给的也不多 这个 今天呢 就在我们视频中呢 给大家分享 品鉴一下这款先野 野三参酒 到底什么品质 它这个产品是以国台15年的一个 就是以国台15年的一个酒体 然后呢 里面放了一根这个鲜的野三参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天市立呢 不是主要是做这个中草药材的吗 所以呢 它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 这个 今天呢 打开给大家分享评价一下 我那天喝了一下 感觉这个酒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外包装呢 它是一个木头箱子的 应该在哪里放着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去找 这里每一个它都有编号了 你看了 这是一个编号 每一瓶酒都有一个编号 那这也是这个 53度的国台15年 那个酱香薰白酒 然后呢 加了一个编身 这个酒的颜色 大家看一下 这个药酒啊 这属于这种 这种颜色是比较黄的 整个颜色比较直观 很黄的这种颜色 那它这种 怎么说呢 这个香气啊 确实已经带这种 就就就就就 泡了这个药酒 这种药 里面带着深香 有有有这个野山深的味道 已经不是那种 酱香型独有的风格了 这个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整个酒体啊 颜色比较黄 它是因为这个 泡这个东西啊 泡这个人参啊 造成的这种颜色啊 我曾经在家里 也做过一门睡的话 我也泡了点酒 这种颜色是比较 就感觉这个颜色比较内吧 2018年的 整个入口的感觉 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细腻的 深味比较重 就是就是泡这种药酒啊 这种深味是比较重的 入口的已经盖住这种 酱味的 但是呢 这个尾段啊 回味这种酱香的 回味这种酱香的 还能感觉到这种酱香的突出感 整个酒体入口中 感觉啊 嗯 确实和这种 泡的这种深的酒啊 和酱香青白酒啊 确实 虽然自己酱酒泡了 但是呢 这个这个这个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 完全不一样 这个这个 这种鲜深啊 这种深的味道 是比较重的 喝起来这种感觉 和酱酒不是很一样 但是整个酒体入口中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它这个酒啊 还是15节的一个酒体 是吧 它这个 也是以高端的酱酒 来浸泡了 这个鲜的野山山 这个产品的价格 当时挺贵的啊 现在听说 这个产品已经停了 没有了 价格一年 应该是更贵了 呃 今天呢 就给大家在 我们这个视频当中的 给大家分享 品鉴一下这款产品 大家可能都是 很多朋友都喜欢 这个 呃 泡酒 啊 拿一些这个 稀有的药材啊 啊 去这个泡酒 呃 其实这种东西呢 大家这个 药酒这个东西呢 呃 这个 找一些存粮酿 到的高度白酒 去泡就可以 很多朋友都说 我要拿很高端的产品 其实这个意义 也不是很大 啊 肯定越好的酒 泡起来 这个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感觉越高端 但是呢 这个药材这种味道 这个 确实能把这个酒的 主要这种感觉是 啊 给这个 给这个 风格就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 呃 但是这种产品的话 可能适量的少喝一点也行 啊 没必要 你一般喝药酒的话 一般都是小一般杯 啊 就可以 呃 这个 滋补为主嘛 哈哈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上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